看哪 好像是一朵小唱歌 我就这么点脑袋 这哪点脑袋整个平啪球这是 不我说你这人说话嘴可够损的 活该你自找的 这俗话说的好来而不往非离 照这意思我得挑扬你几句 随便本人洗耳恭听 成了德行随便本人洗耳恭听 你听着 你把我纸拿过来 别坐我这 三四五六七八九十辈子 咋的 早了些 哎 我长这么大头一会挨吗 有一就有二 你 我打 哎呀 我 我打你了 你觉得呢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的 同志 打疼了吧 不疼 挺温柔的 我长这么大 还从来没打过人 对 我不是人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你请坐 用你样啊 你不请假凳子 啊 统治 那 你吃橘子 哪一边 干啥玩意打一发掌给个橘子 你拿我当乐科小孩呢 行了算 算我今儿个倒霉了 趁没人看见赶紧走吧 那 我走了 走吧 鸽高腿长走得快 走 统治 干啥玩意手转一个 干啥呀 不 我说我这前面你也打了 后面你也削了 你还没过眼呢 不 我不是这个意思 啥意思 我是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来到这情人岛上 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 真的 我不怕你笑话 我是说 我本来真心对他好 可他 却把我给甩了 甩了 就在这个岛上 他最后对我说 说啥了 他说 他说他根本就没爱过我 你看你 你别哭啊 你大高哥哭多爱笑啊 你看我比你高这些我都不哭 其实我是非常理解你这种心情 要不 要不能让你白打了 我也不怕你笑话 也是在这情人岛上 让人家一脚把我给哭吃踹了 也在这 对 就是在这 记得那一天 也是这么晴朗的天空 我们俩一块漫步在这情人岛上 不知为什么他就突然对我说 说什么 咱俩该说都说了 该话都话了 就算一句话我对你讲了 啥话呀 咱俩该撒哟 那拉了 那为什么呀 他说了 我看你哪一块都挺优良 就是个头不太够长 呸 这他妈都怨我呀 这不都怨小时候营养妹跟上 如今长这个小老样 那当初你和他搞一下的时候 个儿不就这么高了吗 他也不是没看着 哎呀 其实这些都不是理由 最主要是想我工作不好 那 你是干啥工作的 警探 警探 嗯 哦 就像亨特似的 哎呀啥亨特迈克尔的亨特 哎 我这工作绝对秘密 我就告诉你一个人 被我爱船行吗 好吧 被我船着脚 就是在那 漆黑的夜晚 狂风暴雨之后 是我们 勇敢地冲上马路 揭开那圆圆的盖子 一勺一勺又一勺 干啥呀 逃下水道呢 我的男朋友和我黄 也是因为我的工作不好 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扫马路的 清洁工有什么不好 他说我的工作让人瞧不起 这叫什么话呀 啊 这古人说的好啊 只有让人瞧不起的一人 没有让人瞧不起的工作 只有那些瞧不起工作的人 才是被人瞧不起的人 哎 这是哪个古人说的 黄世仁他外甥女儿 黄小舅二位 请坐吧 你坐吧 别客气 坐吧 瞧着脏 来 垫着点 谢谢 不客气 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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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吧 等一会儿 坐吧 我有这一条够用的 跟你说句心里话吧 本来呀 我没啥意思 才到这里找点意思 哎 就是你刚才那扁那下子 我却发现了一个意思 你说吧 在特定的情况下 打人挺有意思 我挨打就有意思 真不好意思 你刚刚才 手下留情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是说咱们两个都因为失恋后 心情不好 火气大 对了 火气大就爱吵架 哎呀妈 你说太对了 火气大爱打架 对 别说经过刚才的 你一打一闹吧 我现在感觉这心里痛快多了 我也是 你也是吧 你看刚才讲 你这 啊